好,大家請合掌 南摩本思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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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耻 願解如來真實意 尊敬的最同修 最護法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呢 再繼續 來給大家 喜講 如何認識佛教 這個對於我們寫佛的人呢 確實是一個非常的重要 而且 佛法呢 是高度的智慧 能夠引導一切眾生 得 得 離苦 得樂 也幫助一切眾生呢 能夠獲得 幸福 美滿的人生 讓我們更加有更加有意義 這個就是佛陀所教導的這個智慧 幫助我們在一切處 一切時 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裡 我們這個內心的世界顯出來的都是很美好的 而且在一切境界當中能夠幫助我們 不會被這個境界而鎖轉 然後呢 影響我們的煩惱 然後呢 讓我們去造業 無論你在什麼樣的境界上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智慧 都在幫助我們 不論在善 在惡 好 壞 或者順境 或者逆境 都是在幫助我們 提升自己的智慧 而這個智慧 都是在轉變 這個所有的境界 不讓我們在這個境界當中 去造業 這個就是我們學習佛法 好 這個智慧的主要性都是引導我們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智慧就如同一個寶劍 這個寶劍能夠破除一切的障礙 這個就是智慧 這個就是智慧 那智慧從哪裡來的呢 我們一定要好好來認知清楚 對佛陀的教會 對佛教的真正的 他的目標 這個簡單 做一個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希望我們好好來學習 如果有在講錯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請大家多多來指典 希望我們能夠更進步 更了解佛教的真實意 那上一次呢 已經給大家簡單的介紹 我們看下面的那一章 佛教呢 他確實真的是屬於師道 這個我們一定要確認 佛教確實真的 他屬於是師道 就是說我們跟釋迦牟尼佛的關係 是什麼關係呢 就是學生跟老師的關係 就如同我們今天念阿彌陀佛 我們跟阿彌陀佛是什麼關係 就是師生的關係 而且這個關係都非常的密切 就如同我們做父母跟兒女的關係 是分不開的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 所以佛教他不是神道 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是師道 他不是神道 你一定要認識清楚 如果有人問你佛教是什麼 他是師道 但是呢 尊敬的 作為同修大德 很多這些西方國家高等的智慧 這些大人物啊 很多西方這些國家這些知識分子的 這些高度的智慧這些人啊 不是一般的人 好 他經過這幾年下來的觀察呢 他們做了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呢 就是說現在這個宗教啊 都是神道了 包括我們佛教 再說一個不好聽的話呢 其實啊 現在這個宗教啊 變成什麼 變成迷信了 大家有沒有去看得到呢 我們現在你可以去看 走到哪一個佛堂 走到哪一個教堂 無論在什麼樣的宗教 現在的宗教幾乎都變直了 而且變得越來越離譜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迷信 大家相信嗎 這句話 他們講的有沒有過分 沒有過分 一點過分都沒有的 不要說別人 說我們本人在內 我們念佛的人 你真在念佛嗎 你真在修行嗎 你去觀察你自己一目了然嗎 我給大家做了一個分析 我們現在這個地球啊 居住的人類有多少人呢 有多少人 這個給大家做一個研究了 我看到好像都沒看到人 都跑去哪裡了 躲在哪裡了 以前我們小的時候常常玩這個 這個長米這個 都不敢現身這樣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人類居住在這個地球有多少人 哪個大人呢 七十億八千七百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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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多 多不多 很多耶 這個是一個大概 可能會超過 那沒有信仰宗教的呢 大概有十億一千九百三十萬 沒有信仰宗教的 就是百分佔了八十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地球居住的環境 總共有十五派不同的宗教 像我們佛教也分為兩種 總共這個地球裡面居住信仰宗教的 大概有十五種的宗教 這麼多的人都有信仰宗教的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現在這個社會這麼動亂呢 難道這些人修得不夠好嗎 你去觀察一下 現在我們這個地球環境所居住的 天災人火一天一天的嚴重 不要說 現在在我們的眼前的這個疫情 你看 今天澳大利亞打到多少 已經超過兩萬了 從來沒有過的 被感染的 比美國還差得遠 美國更嚴重 英國的更嚴重 歐洲的更嚴重 我們澳洲還好 雪梨的 今天已經達到億萬了 很多人打電話說 師父不可以出門了 什麼都不能走 什麼都不能跑 好好待在家裡 保命最重要的 你看 那只是一個疫情 還沒其他的事情 天災人火天天的增長 天天的嚴重 難道還不夠嗎 我們這個地球有15種宗教 宗派 信仰宗教的80% 沒有信仰宗教只是佔了20%而已 難道不夠嗎 難道不夠嗎 為什麼現在這個社會這麼動亂 為什麼宗教的精神起不了作用呢 為什麼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 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 沒有真正在重在實際 我們有沒有在斷惡修神 沒有啊 我們有沒有真正在激功褪德 沒有 有沒有真正在修行 沒有 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而已 它沒有真實的 天天都在斷惡 天天都在造業 你看 你去觀察現在的人類 無論你走到哪裡 天天殺到血癮 牲口一三夜 天天都在造業的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感到 為什麼這麼動亂 天災人物天天的嚴重 就是沒有把這個宗教 也讓我們說我們佛教的精神 真實的認識清楚 所以感召了今天的社會的動亂 所以這些高等人物的這些知識分子的這些高等智慧的這些大人物 他們觀察下來做一個結論 現在的宗教出了一個問題了 所以尊敬的主義統秀大德 我們看下面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今天學習佛法 佛法的宗旨最高的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如果你連這一點你都不知道了 那你學佛 你就不會有得到佛法的利益 你是沒辦法的 像我們今天念佛 你就不會得到真正念佛 這個念佛這句名號的利益 這個利益是什麼呢 就是離苦得樂 那怎麼樣離苦得樂呢 所以我們佛法的宗旨目標就是教我們什麼 破米開悟啊 你要破米啊 所以我常常告訴我們很多這些印尼的一些大學生啊 或者我們的一些護法 我常常告訴他們 你學佛的人才是真的一個了不起的 因為你的志向 你今天你學佛的志向 就是要破米開悟的啊 你才是一個真正的志者啊 所以學佛的人真正學佛的 那不是一般人的呢 就是因為你高等的智慧 你有高度的智慧 你才有值得來學佛的啊 因為學佛 佛教所講的 他不是一般的 而講宗教而所講的 都是高度的智慧 你才是智者 為什麼要破米開悟呢 因為佛常常告訴我們 眾生就是說我們 為什麼今天生活過得這麼苦 為什麼我們今天眾生會有六道輪迴 沒辦法超越六道輪迴 什麼原因呢 原因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迷了嘛 而且越迷越深了 讓我們的智慧 讓我們的德能 讓我們的福報 都不能現前 才把事情啊 每一件事情都在放過失 都在做錯 對宜作的人生 事實的真相 這個宜作 宜作是講什麼呢 宜作就是我們這個居住的環境 你沒有把這個宜作的人生事實搞清楚 所以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看法 我們的說法 我們的做法 天天都在放過失啊 自己有沒有知道 自己不知道 有一些人知道 有沒有改過來 有沒有反省 都沒有 那今天你去觀察 你去想一想 你的周圍的人 你現在眼睛所看到 耳朵所聽到 所有的人類 有沒有犯這樣的毛病 包括我們本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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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這樣的毛病嗎 有沒有 趕快承認嘛 承認就是等於懺悔啊 特別在一個法師的面前 你看 哎呀我要來懺悔這樣 我們每天就有這樣的毛病 自己知道自己不但不改變 不懂得去檢討 不懂得去反省 不懂得去改進 不懂得去改過 不懂得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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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們的生活 才會這麼苦 今天如果你能夠把這個事實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之後呢 你的人生啊 跟一般的人生是不一樣 你在這個人生當中 你會過得很幸福 過得你的內心很平衡 你在你的內心的世界 天天過得很幸福 很自在的 因為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 師父有認識一個 一對夫妻 她呢對我很扶持 她的太太還沒寫佛之前呢 追求的欲望的內心的欲望 不斷的不斷的 天天的去追求 天天穿的要穿好 吃的要吃的好 睡的要睡好 住的要住好的 什麼都要好的 天天都是追求這個欲望 只要你打不到這個追求的欲望 或者不順他的意思 他的內心會充滿的厭恨 發脾氣 計較 甚至於有時候 對每一件事情 在這個家庭裡面 無論對誰 對人 對事 對父母 對兒女 對先生 天天都是計較的 天天就是過這樣的生活 隨著自己的欲望 天天就是這樣的 他的生活非常不錯 要錢有錢 要地位有地位 要什麼有什麼 要車有車 要住大房子有大房子 什麼都有 不缺什麼 但是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他的那個內心不快樂 不平安不自在 天天都是追求 但是經過他的學佛之後 經過幾年下來 經過這樣學佛了解 對於這個事實的真相 對於這個事實的真相 整個人改變過來了 這個是我認識的 所以他現在他的內心只有兩個字 天天在落實在生活 哪兩個字 感恩 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境界 無論是善的 是惡的 好的 是壞的 或者順境 逆境 他就是感恩的世界 以前對別人的追求 現在對別人都沒有追求 都是對內心的追求 不斷地改過 不斷地改變 以前之一之 現在怎麼樣來開發內心的智慧 那個才是真正的保障 那個才是真正你的法寶 那個才是真正你的財庫 這個財庫是什麼 就是你的智慧 所以他現在過得非常好啊 多餘地去供養 去幫助 每天就是這樣做 過得很幸福 有什麼吃什麼 有什麼穿什麼 不計較 這個才是真正邪佛啊 我們會不會這樣的嗎 不一定啊 看到人 看到事 看待物 不斷地計較 不斷地抱怨 不懂得感恩 很多人 包括我們本人在內 常常犯了這種的毛病 自己不知道 你說 你很可憐不可憐 很可憐啊 所以 學佛的好處 就是教你要覺悟 教你反省 因為人非勝選嘛 只要你反覆 你一定有過失 只要你反覆 你會有犯錯的那一天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看下面的那一章 今天我們做錯了 天天不反省 天天不改過 不斷地去犯自己的過失 不斷地去犯自己的過失 那你知道 天天犯錯 天天做錯事 天天做錯事 那你將來 你的果報是什麼呢 就是在六道輪迴 而六道輪迴 幾乎都在往哪裡走 就是三二道去 但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人會容易 躲在地獄 躲在惡鬼道 躲在三二道呢 地藏普教告訴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就是 釋迦牟尼佛的母親 她就告訴釋迦牟尼佛的母親 這個就是因為 嚴附底眾生起心動人 五步是罪 五步是也 天天都是造業的 天天不斷地去迷惑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個生活上 過得這麼苦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生活上 我們的日子過得這麼苦 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們迷了忙 為什麼會迷 因為你沒有把這個事實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 如果你把這個事實真相搞明白了 你還會迷嗎 不會 你還會執著嗎 不會 在一切事裡面 你的內心都在放下的 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放下的 無論善惡都是在放下的 就是因為我們迷了嘛 所以我們的日子過得這麼苦啊 尊敬的這位同修大德 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有一位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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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工作的壓力 競爭的壓力 後來發現他自己的身體啊 慢慢的衰老 所以不能接受這個身體的衰老 啊 因為嘛 因為嘛 人有生必有老嘛 有老苦之憂嘛 所以啊 他不能接受很煩惱 會影響他的工作 因為現在這個明星競爭力很大的 真的啊 這個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個競爭的工作非常的壓力 所以他想盡辦法 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讓這個身體能夠回復得青春 無論造什麼樣的業 無論做什麼樣的事情 一定要想盡辦法 怎麼樣讓這個身體能夠回復 就算十年二十年 他也無所謂 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很多人問他 你的生活苦不苦 很苦啊 今天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 明白這個事實真相 你會這樣做嗎 不會的 因為我們了解 只要你迷了 你避免不了你會造業的 而且造業你將來會受果報 這個果報幾乎都是在山土啊 像現在很多跑去那個韓國去整容 去整容他的身體啊 他的鼻子啊 他的眼睛啊 他的皮膚啊 有沒有興趣 所以做女人很辛苦耶 是實在的 所以我們做男人要懂得女人的苦 他懂得關懷 懂得去關心 不要太自私 對不對 這真的耶 很多現在啊 我告訴你們 你能夠這樣做等於是什麼 等於不孝啊 你破壞啊 父母對你的給你的 這個花將來會堕在三二道裡面去的 你今天得到的只是一個短處而已 但是將來做的果報 那個苦不堪言的 愚痴的人才會這樣做 有智慧的人是不會的 所以啊 佛法的教學的目標 看下面 所以佛法的教學的目的啊 就是我們一定要清楚 就是要幫助一切眾生 離苦得樂 而這個離苦得樂 是從果上講的 有果必有因嘛 你要離苦得樂 一定要修因 這個因怎麼修呢 那這個很重要的啊 像今天我們學習佛法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今天學習佛法的目的就是什麼 他指導我們如何去破米開悟 所以佛才提醒我們 你的苦是從哪裡來的 都是從你來的嘛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對於這個生活的環境 人生的真相 對於你自己生活環境完全不了解 所以生活才這麼苦 所以才會有六道輪迴 就是這個啊 但是 但是 但是我們看下面 但是如果你對於你自己的生活環境 人生的真相 你能夠明瞭 你能夠清楚 你的人生就會很快樂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想法 你的看法 你的做法 你的念頭 完全都是正確的 都是智慧的 你的生活當然很快樂 而這個快樂就是因 這個因是什麼 覺悟就是因 我們看下面 覺悟就是因 你想要離苦得樂 你要先修因 這個因 這個因就是將你覺悟 覺悟什麼呢 下面會跟大家講 會為大家說明 覺悟什麼呢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 你要離苦得樂 你在這個人生當中 你要得到自在解頭 你要修因 這個因從哪裡修 從覺悟 覺悟也從哪裡修呢 但是 佛告訴我們 佛在世的時候 他老人家常常講的四句話 我也常常告訴你們 哪四句話呢 就是教你快快覺悟了 就是教你快快覺悟了 這個覺悟是什麼呢 覺悟這個世間 這個人生 這個生活環境 一切都是無常的 一切都是無常的 教你覺悟這個 你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你的生活真的跟人家不一樣 像師父現在懂得這個道理 有時候遇到一些境界來的時候 我還會跟人家計較嗎 不會的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境界當中 我們會明白 這個都是無常的 所以無論你在追求什麼 無論你在擁有什麼 它都是一直都在變化 刹那之間 沒有一石 沒有一颗 不再變化的 今天我們的身體還年輕 十七八歲 二十三歲 看起來很漂亮 看起來很帥 看起來很年輕 總有一天它會老 再過幾年 不久之後 我們又要離開這個世間 因爲什麼 有人生在這個世間 一定有屎嗎 你今天擁有的 一切 總有一天它也會離開你 它沒辦法留住你的 無論今天什麼樣的地位 什麼樣的財產 什麼樣的權利 它沒辦法留住你的 這個就是無常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 真的 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的人生很快樂的 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老 有生必有病 我們每個人 任何一個人不能改變它 你能夠接觸 你的心就靜下來 無論在什麼樣境界當中 無論在什麼樣的事情發生 你不會嚴重的執著 你不會嚴重的放不下 因為你內心知道 無常都是苦 只有一個方法 你苦得了 就是你趕快覺悟 所以佛陀在世的時候 常常告訴我們這四集話 有沒有覺悟啊? 到現在還沒啊師父 沒關係 慢慢來 一步一步 佛陀都慈悲等我們的 阿彌陀佛都要等著我們 沒關係 你既然慢慢來 阿彌陀佛也慢慢來 你一步一步 阿彌陀佛也一步一步 不急 阿彌陀佛也不急 所以佛陀為了我們能夠早日覺悟 我們看下面 所以你看佛陀為了我們能夠早日覺悟 能夠讓我們提早覺悟 趕快覺悟 為了要轉返乘聖的過程 天天講見說法 一直他到了人家八十歲的那一天 緣集 沒有一天休息放假的 天天講見說法呀 釋迦牟陀佛每一天 八個鐘頭 不斷的 天天講見說法 天天教學 到了他老人家的 最後的那一刻 他老人家要入涅槃的 他還是度眾生 你看 最後得度的 最後得阿羅漢國的 你看這個人是誰 在印度那個時候 是德高望重的 很有名的 在那個時候很多國王 對他非常的尊敬 而且在婆羅門教裡面的地位很高 他的信徒很多的 最後 最後 佛要入涅槃的那一刻 他來請法 經過釋迦牟尼佛的教導 最後他老人家 正在阿羅漢國 而且佛入涅槃 他做了一個 很多 對佛教的貢獻 他真的做了很多 對佛教的貢獻 比方說佛入涅槃之後 火化之後 留下來 釋迦牟尼佛的 釋迦牟尼佛的設立子 這個設立子 很多國家 很多這些國王 又帶著佛陀的設立子 供在他的國家 你想一想 很多國家強者要佛的設立子 會不會引起打仗起來 打起來 會啊 差一點打起來 就是這位長者 幫助化解這個問題的 那這位長者是誰呢 給你們做功課 他最後得度的 中的阿羅漢國的 這個 給大家做一個功課 下個星期啊 我想問大家 他是誰 這個 大家嘛 來學習嘛 所以呢 今天 我們 學佛 釋迦牟尼佛天天講經說法 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要幫助我們破一切的執著啊 就是要幫助我們破米開悟啊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啊 你要明白啊 只要破米開悟 你才是真正的離苦的 你才是幸福啊 因為苦是蟲蟲蟲來的 就好像人家一段 一個年輕人 談戀愛的時候 你問他 談戀愛苦不苦 很苦耶 真的很苦啊 但是他們呢 在享受這種苦 知道嗎 那雖然很苦 但是很享受 這個就是眾生的餘吃 知道嗎 所以我很想鼓勵 我們的帝倫 要趕快出家 如果他出家呢 我們這個雪梨金總協會有福報 去紅房 哎呀 世界上談戀愛都是假的啦 到最後不是真愛 你恨我我恨你的 哦 真的啊 所以啊 這個就是佛陀教育的精神 這個就是佛法的具象 這個就是老是教給我們怎麼樣破迷 怎麼樣開悟的方法 不但自己能夠享受 而且也能夠幫助別人 所以佛陀的交易不是神道 不是宗教 更不是女性 但是他才是真正的師道 真正的教育 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今天 作為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跟釋迦牟尼佛學習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一定要知道 老師對學生是無有條件的 釋迦牟尼佛對我們是沒有條件的 對我們是無所求的 包括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對我們沒有什麼 無所求也沒有什麼條件的 老師最歡喜的是什麼呢 阿彌陀佛最歡喜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今天能夠覺悟 老師最歡喜 老師最開心的 今天你能夠覺悟這個人生 事實的真相 釋迦牟尼佛 告訴你 恭喜你 今天你能夠覺悟這個人生是無常 阿彌陀佛告訴你 我恭喜你 你覺悟了 你加入我們的俱樂部了 歡迎你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最歡喜的 釋迦牟尼佛最開心 阿彌陀佛最開心的 今天你覺悟了 你明白這個事實真相了 你不會再受苦了 恭喜你 所以看到這個學生能夠離苦得了佛 是最開心的 看到這個學生能夠過得幸福美滿的生活 超越六道輪迴之苦 能往生淨土 是坐牢是最歡喜的一件事 佛最歡喜的就是這件事 沒有別的 他不求我們什麼 他也不求我們你要天天給他供水 沒有啊 佛沒有在經典裡面說 你要天天供這個水果給我吃 你要供這些食物給我吃 你要把你最珍貴的東西給我 沒有啊 釋迦牟尼佛沒有這樣的追求 釋迦牟尼佛只希望我們趕快覺悟 只有覺悟你才是真正的幸福 你明白嗎 你要懂這個道理 天天跟你講你還不覺悟 天天跟你說你還不開悟 那你有什麼呢 你看師父為了要準備這一堂課 準備這麼久 天天要鍛鍊 天天要看清資料 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自己嘛 所以講經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不講給別人聽 講經最主要是講給誰聽 給自己聽的 所以在佛法裡面呢 尊敬的 至於同修大的 你一定要記得 你們作為佛弟子 在佛法什麼樣的恩是最大的 老實之恩啊 在佛法裡面 在這個佛法裡面 什麼樣的恩 是最大的就是老實之恩 你要怎麼樣報答老實之恩呢 你好好過生活 你要離苦得樂 你要好好做人 你要好好珍惜這個生命 你要好好孝順父母 你要懂得 怎麼樣去感恩 這個就是對老實最大的之恩 因為老實之恩是第一的 所以我們一般在世間 常常提倡什麼 孝親尊師 什麼樣的恩最大的 什麼樣的功德最大的 你能夠孝順父母 你能夠奉勢師長 那個才是真的 恩最大的 功德最大就是這個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啊 你連父母都懂得不懂得 怎麼樣去報恩 你要學什麼樣的佛法 你要修什麼樣的功德 都是假的 我們大家一定要知道 很多這個因為對青年團所講的 連這個對這個道理我們都做不了 等於什麼 沒有把人做好嗎 人都做不好了 帶來什麼樣 帶來現在這個社會的動亂 所以今天社會的動亂根源在哪裡 在家教啊 而這個家教從哪裡 從孝順父母 奉勢師長 所以老師的身份正如同父母 看自己的子女一樣 看到子女在社會上 他的事業成功 看到自己的兒女在這個社會上 有地位 事業成就 你說父母會不會開心 父母很開心啊 父母很歡喜的 那意思完全都是相同 佛就是這樣的 這樣講大家聽得懂嗎 清楚嗎 這個簡單給大家說明 第一堂課 就是給大家先說明 這個學習佛法的目標 那我們今天學習佛法目標是什麼 就是要離苦得了 離苦得了是果 那一定要修因 因就是什麼 就是你要趕快覺悟 所以佛法是師道 是教育 他不是神道也不是宗教 更不是迷信 這個就是第一堂課 來給大家簡單的說明 佛法的志向 佛法的精神 不在意一個人 不在意 我們今天所追求的是 就是你能不能覺悟 你能不能得離苦得了 這個就是我們學習佛法 最高的目標 那第二堂課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面 這個第二堂課的 就是第二講 剛才全面 很多次 我給大家做一個分析 我們今天學佛 我們學佛的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要離苦得了 就是要你覺悟 那今天我們要來了解 你學習佛法所求的是什麼 那這個很重要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這樣學佛呢 才不會走錯方向 避免對於佛法有嚴重的誤解 今天我們學佛 今天我們學佛所求的是什麼 這個一定要更進一步來為大家說明 讓大家不會產生的誤解 如果你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你問問你周圍的人 你旁邊的人 你問他 包括我們本人在內 你問他 你今天學佛 佛法的所求是什麼 拿不出來這個答案 你對佛法的所求是什麼呢 很多人不知道耶 你問他 反正哪有拜有保佑嗎 對不對 有求有平安嘛 所以很多學佛的人在佛門裡面 都在求什麼呢 有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呢 就是求發財 求升官 求保佑 求保平安 求生意興隆 就求這一些的 真的 很多人 你到一個寺廟裡面 你去問他 烧香 供花 他求什麼呢 就是求這一些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求這一些東西在佛門裡面 你是求不到的 真正求不到 真的啊 你求神 神也沒辦法呀 你求上帝 上帝也沒辦法 為什麼呢 無可奈何 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迷信 這個叫做什麼 苦無作妄為 這個對宗教 對佛教有一個嚴重的誤解 有一個嚴重的做錯 很多人就是要這樣 你看那個新加坡 有一個地區 叫做 那邊有一個觀音廟 這個觀音廟在新加坡很有名 這個觀音廟周圍很多賣一些佛具啊 佛像這些 很多人啊 這個為了要生意啊 發財啊 賺錢啊 把這個佛像啊 大大的放在門口 很多人看到這個 這個像 這個 摸摸他的肚子啊 摸摸他的耳朵 哦 就是做這一些的 你問他 求什麼 希望喔 希望喔 這個手喔 能夠運氣 帶來運氣 如果因為喔 去賭博的話呢 會帶來賺錢 對來發財 你看看那些寺廟裡面 幾乎道裡面 是求什麼 就是求這一些的 我們以前那邊學佛 可能也有這樣的性狀 對不對 對 像我媽媽 每次進到寺廟裡面 要求什麼 哎呦 希望我的兒女 我能夠長大 以後我過得好的生活 你要保佑她 做生意 能夠欣容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的經驗嘛 看到這個佛像 求一下 求一求 希望能夠 這個運氣能夠好運 能夠好轉 很多人呢 真的耶 像師父的道場 師父的道場 那個五點 早上五點已經開門了 真的耶 很多人都來拜 因為我們的寺廟靠近這個超市 所以很多人去買菜會順便來拜一拜 很多人求什麼 求這些 你跟他講 你要不要聽經佛法 哦 來聽聽這個佛陀的教育 他沒有興趣 他的興趣是什麼 升官 發財 很多人就是這樣 所以變成迷信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一定要知道 下面的那一章 下面的 佛法所求的 佛講的一切經論裡頭 今天我們要了解 佛法所求的 佛講的一切經論 佛講很多這些經論 在這個經論裡頭 佛法有一個名詞叫做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個 這個就是 釋迦牟尼佛每一部經裡面 每一部經裡頭 你一打開 我們都會看到這個名詞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一句是古印度話 是梵文 那如果把它翻成中文 就叫 無上正等正絕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翻成中文就是 無上正等正絕 阿諾多 describing 阿諾多羅 諾多羅 三裡面的阿諾多羅三三 印度話翻成中文叫做正 印度話就是王諾多羅三 印度說就是王三菩提 叫做觉 所以翻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就是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 也是最后需求达到的 这个就是佛教给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所求 你说你今天你学佛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你不是一般人 因为你所求的不是这些名利 不是这些名文利 金银财宝 因为这些都是假的 你要记得要记得 一切万物包括我们这个身体 你所得到的这些 总有一天他会离开你的 他都是假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也是真的 那么什么叫做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呢 什么叫做阿诺多罗三宝 阿诺多罗三宝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些句话很重要的 师父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要更进一步来为大家解释 让你们能够了解 我们第一步学佛的目标 就是要离苦得了 第二我们学佛的所求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话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就是好像我们念佛 为什么我们要发愿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也是为了这个 你到西方极的世界也是一样 无论你到哪一个国土 十方诸佛国土都是一样的 最后都是要求这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这个下个星期 希望大家一起来上课 今天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 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给大家讲解这个认识佛教 感谢我们的青年团 感谢我们的政态 也感谢我们的政总 能够给大家能够跟我在这个地方 经过这个网路共修 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如何来认识佛教 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的 真的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那下个星期三 我希望大家能够也参与来学习 因为你们来参与 等于给师父鼓励了 不然的话 我自己一个人讲也没什么意义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都是我的老师知道吗 我一上台 上台奖金都是学生 下面的都是老师 所以师父讲这句话 不是华言巧语 不是真的 你们才是真正老师 不然的话我不学习 我下不了台啊 你说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学习 那在这个音缘呢 也给大家祝福 再过几天 我们要 Goodbye 2021年 Welcome 2022年 所以以前我还没来澳洲之前 我常常看这个新闻 我们雪梨的那个雪梨这个大桥 会放烟火 也放这个烟火嘛 对不对 每一年澳洲花钱是排第一的 全世界花钱最多的就是我们雪梨 你看你们国家政府很有钱 一花那个钱好多 如果把那些钱供养给那些平民 老百姓多好 也真的 很多人说 师父 这个雪梨啊 为什么不看烟花呢 重要吗 所以啊 祝你们呢 这个疫情很严重 最主要的不重要在家里 不要乱乱出门 现在最主要的保护你的生命 借这个生命好好来念佛 好好来学佛 将来啊 离开这个世间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方向 我们知道了 该怎么做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照顾身体 老实念佛 也要听话 年轻人 也对父母要恭敬 无论父母有缺点 无论父母不好 但是他还是我们的父母 无论怎么样的 大家好好沟通 广结善缘 就是培养好的沟通 所以啊 我们下个礼拜三 再来给大家 学习 今天 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吉祥 老实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一起来回向 一起来回向 请合掌 弟子学悟 此讲经功德 回向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敌苦得乐 回向 累劫 因亲在主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报 世宠恩 夏季三土苦 若君文者 西法 菩提心 君尺 以报生 同生 极乐国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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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安 好安 拜拜 送法师回聊 拜拜 阿弥陀佛